來看到保護行人的這個庇護島 竟然害的車輛翻車 彰化縣服最近在很多的道路上 設置了這樣的行人庇護島 然後把這個馬路 這個斑馬線呢 就設在分隔島之間 讓行人穿越馬路的時候 可以遠離轉彎的車輛 不過這樣的設計呢 接著發生了三起 車撞到分隔島之後 翻覆的意外 而且發現翻的都是休旅車 縣服他們後來研判 因為休旅車的視野可能比較高 看不到地上突出來的這個分隔島 接下來可能會加裝反光牌 提醒駕駛人注意 黑色休旅車來到路口要左轉 結果沒有注意到地上的分隔島 撞上後整個側翻在馬路上 不只有這一件彰化和美的 張美路和孝德路口 最近接連發生了三件反覆意外 還有整台休旅車四輪朝天 翻在路上 他們都是撞上了這塊 突出的分隔島後發生反覆 為什麼會有這塊突出的分隔島 先不解釋 這種叫做行人庇護島 是將原本設置在路口的斑馬線 退縮到分隔島之間 不但行人能夠遠離轉彎車輛 如果走到一半耗置變換 他也能躲在分隔島旁 但原本為了行人的安全設計 卻接連引發翻車意外 是不是設計上有不完善的地方 先府強調設計上沒有問題 研判是休旅車視野比較高 才沒注意到地上突出的分隔島 會嚴重防撞感 甚至是告示牌 提醒駕駛人注意 好 新聞我們連線中 線中一長話報導